当地时间12月23号 白宫方面发表声明称 美国总统拜登已正式签署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这一法案授权的国防经费达8579亿美元 其中包含为台提供军事融资 加速对台授物等内容 就在当天 外交部 国台办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国防部就该法案发声 表达中方对此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国台办发言人指出 该法案的签署进一步表明 美国内有一股势力挺台恶华贼心不死 企图在军事上武装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为其递刀子 送枪炮 舞动两岸对抗 在台海拱火 把台海推向战争边缘 将台湾民众推向生灵涂炭的境地 此前 美媒报道称 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将授权美国行政部门 在2023至2027年间 每年提供台湾只夺20亿美元的无偿捐援 但有媒体注意到 按照目前公开的法案内容 美国国务院仅仅授权 每年向台湾提供需偿还的 20亿美元军事融资 且台湾必须在12年内偿还贷款 也就是说 美国所为无偿捐援并没有兑现 而且在2023财年 对台低息援助无资金到位 除此之外 该法案又授权美国总统动用总统拨款权 每年从美国防部库存 挪用值多10亿美元 提供台湾超额防御物资或其他服务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共和党及副主席李齐称 拜登政府没有把 为台湾安全援助计划提供资金 当作优先事项 是挺台派的挫败 台防务部门也直呼失望 此前 台当局曾对外宣称 希望美方的援助 能够以赠款的形式提供 对此有岛内学者早就质疑 美方怎么会无偿提供援助 如果真是无偿 只怕他们想要的是更大的回报 无偿 我不知道这无偿的什么意思 对我来讲 借钱就是要还 怎么可能免费给我们呢 那如果是免费给我们 那是一个题目 不是免费给我们 是另外一个题目 岛内联合报特别提到 今年4月串访台湾的美议员 格雷厄姆 强力促销波音787可击 还曾参与台湾政策法共同提案 却没有在争取 无偿军援仪式上协助台湾 他还说 我想帮台湾 但也许较好的方式是贷款 旺报社评指 美国的援助有先决条件 未来实际执行充满不确定性 最重要的是 台海安全 不会因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而有根本改变 忠实电子报的社论称 民进党坚持抗中保台 亲美反中的意识形态 台湾沦为筹码的概率随之升高 再加上民进党执政 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美国对台湾防务信心流失 决策系统僵硬 及台湾内部分化对立扩大 即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空前挺台的法案 也难以扭转台湾安全加速扶持的事实 除了国防授权法案 美参众两院还需要通过拨款法案 才能使预算到位 根据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的摘要 综合拨款法案 同意资助海外军事融资计划 以支持对台湾的军事融资和担保贷款 此外 该法提供美国在台协会 成立台湾学人计划的资金 将派遣美国官员赴台交流 并进入行政立法部门短期工作 按照美方的一些提议 那么它有可能会在台湾去设立 所谓的区域应急储备的这样一个库 一个军火库 那么这个所谓的区域应急储备 那么它已经不只是针对于台海 那么可能还包括周边其他海域的一些应急 那么再包括我们看到 美方现在与台湾也是在去布局 去进行所谓的联合武器的生产 包括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 也设立有一个F16V的这样一个修理的基地 那么它也是面向于这个区域的一些 其他的国家的这样一个飞机 也可能是有所开放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这样一些做法 它更多的是把通过这个把台湾去融入到 美国的这样一个国防产业链的一个做法 来提升它在整个区域安全 这样一个以美国为出导的 区域安全的网络中的一个地位 随着美方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剧 道内舆论对美方的质疑也不断攀升 近期台积电又赴美设厂 不少台湾人担忧 美国趁机将台湾的高新科技连根拔起 台积电被迫成为美积电 到时候民进党当局彻底沦为美方操控的傀儡 岛内民众则成为牺牲品 国民党台北市第三选区名义代表 补选候选人王宏威 因此前公开指责蔡英文 是对美国唯命是从的领导人 引发广泛关注 被称为以美派代表 其今年在台北市富人区 松山新义区市议员选举拿下第二高票 台媒分析认为 这显示以美派的声音 在台北市越来越有影响力 民众正在逐渐认清美国 担心美国会榨干台湾 近日国际政治学者 米尔斯·海默接受台媒专访 此前他曾发文对台湾说再见 被视为是美国弃台论的头号鼓吹者 如今时隔八年 他的态度竟发生了巨大转变 开始强调台湾的重要性 他还主张 与美密切合作 让美国的核保护伞牢牢地保护台湾 才符合台湾的利益 然而在现实情况下 美方若要在东亚搞核保护伞 已经困难重重 更别提还要将台湾纳入伞下 还有分析指出 米尔斯·海默的言论 要么是在夸张 要么就是在激化战争矛盾 一旦美方真的在东亚地区部署核武 势必会在地区安全方面掀起巨大波澜 因此 如果台美相信了米尔斯·海默的分析 那才是真正的大错特错 有学者认为 米尔斯·海默 看似在强调美国重视台湾的合理性 实际上却是在给台湾 营造一种可以依赖美国的错觉 现在美方加紧打台湾牌 一方面是想让它的军火企业 赚最后一名钱 另一方面 则是想进一步将台湾打造成 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和施压的前哨基地 台湾对美国而言是消耗品 是妻子 如果台当局不能认清这一点 就会将台湾推入危险的深渊 从未来的角度来讲 那么美方会把台湾问题视为 其可以去干扰中国的内政发展 以及未来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进程的 一个非常有力的介入的一个手段 对于美国来讲 台湾不管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 不管是基于当下还是未来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都是不可多得的 对于它的价值 所以说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 但是我们从当前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这样一个所谓的以台制华也好 还是说它加深与台湾的关系 以及介入台海也好 那么美国的所作所为 它最大的一个前提和原则 是要去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长远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为了去符合台湾的利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大家好 我是柯琪 美国的赠款变成了贷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苏女士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对于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此前中方就曾经明确的表态 这是一种家贷私货的方式 当然的这样的一种动向 我们同样看到的是 其实在涉台的问题上 美方仍然有它的一些顾虑 仍然采取一种包装的方式 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而并不敢更加明目张胆 当然在推动相关安律法的过程当中 也在观察中方的反应 如果中方忍气吞声 那么美国会变得更加的嚣张 当中方明确的做出反应 比如说大家看到 国防授权法案拜登签署之后 中方多部门立刻发声 这对于下一阶段 美国的一系列的动作 它的走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尽管台湾牌美国还想打 但是打的时候 未必是无所顾忌的 从民进党当局来讲 包括台湾的外事部门 防务部门 又有什么说法吗 他们是否感到自己被耍弄了呢 谢先生 我想台湾社会普遍认为被欺骗 可是蔡英文跟她的部门 她主管的部门都不敢面对 那么继续当这个鸵鸟 头这个钻在沙子里面 我常常在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 基本上一谈到美国 只会讲两个字就是谢谢 其他什么都不敢讲 那这个其实是尤为台湾人民的付托了 我想他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只会受到台湾老百姓更大的反感 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 集体跟他们算一场仗 把他们统统都赶下台 说是无常突然变成有常 美国人这是在逗你玩吗 徐先生 这件事说明一个情况 就是庞大的军事支出 让美国已经不堪重负了 美国近些年是不断的穷兵独武 而且还是四处的煽风点火 军事支出滚雪球一样的不断膨胀 而美国的经济却没有明显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何去筹集庞大的军事开支 只能是挪用了其他领域的支出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是难以长期进行下去的 所以美国现在把无常改成有常 也是想减低一些自己的负担 但无论如何 从军售到军援 哪怕是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 能否表明美台之间的军事关系 已经发生了变化 苏女士 过去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到的 美国对台军售 但是现在似乎在军事动向上 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 那么首先从总统来说 总统手里有权力 总统可以动用自身的权力 来对另外一个行为体 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 来进行军事上的支持 这实际上是从美国的军火库中 直接来进行调拨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 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看到的 很多在军援方面迅速落实的一些项目 就是通过这种路径 那么现在对于台湾来说 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媒体已经在做出一些反应 认为美国对于台湾真的不够重视 台湾获得的甚至不是来自于美国国会的这种拨款 而是一种贷款 而且在偿还的过程当中 很明显还是被美国随时薅羊毛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 一些美国媒体已经在说 这本身就说明 美国国会在对台湾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的方面 是有很多自己的算计的 当台湾没有拿到拨款 而只是拿到贷款的时候 应该更多的看清自己在美国军事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而不要过高的估计 美国会对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支持 其实美台的军事关系 防卫关系 在过去三年 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么一般大家的认为 就美国事实上正在快速的接手 整个台湾的防务事务 不单是政策 甚至到这种细节上 美国都已经在实际坐到这个驾驶座 实际在主导 实际在控制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迟早会引起台湾防卫部门本身 台湾的这些军事部门的人员的反弹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来牵手 牵涉到台湾的防务 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那么他们前一阵子提到什么 什么毒啊战术啊 侍卫战术啊 我想美国的这种意图越明显 台湾的老百姓 包括台湾的军方 就会越来越觉醒 那么最后对美国采取 越来越拒止 越来越怎么样 远离的态度 那么这一些 如果美国继续再这样子 一意孤行下去 2024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不是不但会被自己的 恶劣政绩偷垮 也会被美国这种 所谓的压霸的行为所拖垮 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毅陆军大校表示 12月2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出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 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 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 坚决回应 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在此前的几天 中方也用实际行动向美台勾连 发出警告 12月21号 24小时内 中方连开两场军演 据中国海事局发布的最新消息 解放军正在 黄海北部部分海域 执行军事任务 禁止驶入 与此同时 中俄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演 也在东海的州山至台州 以东海域拉开帷幕 本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将持续一周 此外 台防务部门称 12月21号60至22号60 有39架次解放军军机 三艘次解放军军舰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进入台湾岛西南及东南空域的军机 达30架次 翻开地图 不难发现 若把日期重合的中俄两军连演 解放军常态化巡航台岛的海空域串联起来 正好涵盖台岛周边多个方向 间接形成了对域外势力的强力震慑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 定在浙江省舟山至台州以东海域 双方派出多艘舰艇 战机和直升机参与 此次军演区域距离台岛仅为300公里 是中俄军演十年来最靠近台岛的一次 去年中俄海上联演选在彼得大帝湾 演习中的军舰联合编队几乎绕了日本一周 而今年选择的区域在辐射朝鲜半岛和日本之时 还能兼顾台海地区 对外界释放了更加强烈的信号 同时也更加具有震慑意义 我觉得首先我们不提不针对第三方了 是一种更加自信的表达 以前我们基于当时的外部环境相对缓和的情况 出于防止外界误读误解 那么出于这样的初衷 我们强调一下不针对第三方 也是一种释放善意 那么现在的一些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同时我们搞演习是在我们家门口搞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不再介意外界的解读 体现出我们的这种自信 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2最南端 在福建台山列岛以东一带海空域进行 从中俄海军联合军演 每次逐次提升战略伙伴态势 双方演练机制传统安全 与联合防空反舰反潜等海上战术 不排除中俄海军此次联演结束后 中俄海军编队汇巡以往 经过钓鱼岛海域向日本示警后 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进行联合巡航 威慑美日军事同盟的同时 警告其莫介入台海问题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 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最近台湾当局不断和美国暗中勾连 妄图以美抗中盟阻 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绝不允许台湾独立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海上联合2022军演规模 在中俄军演史上也属罕见 据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介绍 中方将分别从东部战区和北部战区 抽调兵力参加演习 包括包头舰 济南舰 两艘导弹驱逐舰 兵舟舰 严城舰 两艘导弹护卫舰 综合部纪舰 高游湖舰 以及潜艇 预警机 反潜巡逻机 舰载直升机等海军装备 都会在演习中亮相 俄海军同样派出豪华阵容 瓦联格号导弹巡洋舰 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 大型反潜舰 完美号和阿尔达尔号护卫舰 佩琴加号补给舰 悉数再列 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称 此次联合军演计划 对空中目标进行导弹和火炮联合射击 对海面目标进行火炮射击 并展开实际使用武器联合反潜演练 俄国防部表示 此次演习的主要目的 是加强中俄之间的海军合作 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像这次俄方派出的瓦联格号导弹巡洋舰 还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 而且演习的科目呢 大多属于高难复杂科目 比如说联合防空 联合反潜训练呢 都涉及核心作战能力 这体现出双方高度重视此次演习 可以说是用精兵练硬弓啊 通过联合演习 除了传递战略信号以外呢 也是切切实实提升双方 海上联合指挥能力 防空反舰反潜等综合转战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ong-time he strong enough 猜猜猜猜猜猜猜了 全身有什么无法到复杂的 我觉得是 Netherlands 这是一种真实的 公信导ettu 手段和方案 无法到复杂的 走进中心 相互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 演习举行的更加顺利顺畅 极大提升了双方在实战环境下 实战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 就在中方两场军演进行之际 美国和韩国空军也举行了联合演习 美国空军出动了B-52H战略轰战机 F-22战斗机等最先进击型 韩国空军也拿出压箱底的两款战斗机 F-35和F-15K 美韩将演习地点选载了冀州到西南方向 与解放军黄海海域的演习区域相距甚进 演习当天B-52H战略轰炸机 飞抵朝鲜半岛周边区域挑衅的意味明显 韩国国防部称 美韩空军计划在本周内再进行一次战机连演 继续加强包括延伸威慑在内的韩美同盟力量 进一步巩固对朝鲜的联防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 韩联社中文版报道仅指出 美韩连演空域选定 冀州到西南方的韩国防空识别区域 完全未提及中国与中俄连演 而韩文版则明确指出 选定的演习区域与中国防空识别区有部分重叠 实际上是与中俄21号在东海举行的 海上联合2022连演审谕遥相对望 不过韩国军方解释 此次美韩连演与中俄无关 今年的演习放在了东海 离台湾不远 离冲绳也不远 徐先生如何看待这个地点的选择呢 演习地点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呢 就是在官方介绍海上联合2022演习的时候 少了一句呢 以往经常说的话 是什么呢 此次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这样一来的话就能够发现呢 海上联合2022演习 所传递出来的威慑信号 非常强烈 这样一来的话 很有意思的一幕呢就出现了 那就是美日台呢 各个认为呢是针对自己的 那为啥会这样 还是因为他们啊 各个心里边有鬼啊 所以啊 那美日台呢 各个恍恍不安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 他们呢是深切感受到了 中俄海军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这次中俄连演啊 确实是历年来最靠近台湾的一次 谢先生 您在岛内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感受 我想台湾的舆论大概对于这次的 2022的中俄联合海上军演啊 那看法就是主要针对两个对象 一个就是台湾 一个也针对日本 那针对台湾当然是 这个是因为这两三年来啊 两岸关系急剧恶化 那么俄罗斯事实上 全跟大陆的对台湾的立场啊 站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次跟中国大陆一起在 最靠近台湾的一次的这个好 所谓台州跟这个洲山群岛之间这个海域啊 进行军演啊 这是我觉得是蛮符合逻辑的啊 那这一次的这一次的军演 除了对台湾当然也对日本啊 因为这个军演啊 大概正在日本不断的加强跟美国的勾连关系的这个背景下进行 而且正巧不巧也就是日本的这个岸田政府也在前几天啊 刚刚公布了所谓的这个啊 日本安表三文件啊 把日本从一个防卫型国家啊 转变成一个攻击型国家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啊 那么往这个啊 更靠近日本琉球啊 这一带的水域去进行啊 应该是对日本也是形成压力 中国两国空军今年在举行轰炸机联合战略巡航时 双方的轰炸机首次互降对方机场 并且协助对方进行地勤保养 实际上怎么看今年增加的这个动作 互降对方机场呢 不仅体现着中国两军在战略互信程度方面的越来越深 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实战意义啊 那比如说可以呢 在战时啊 极大的增强中国两国空军作战灵活性 因为呢 互降对方机场就意味着可选择的起降机场的数量明显增加 作战灵活性呢 自然就明显增大了 因为呢 对方很难判断啊 中国空军战机呢 会从哪个机场呢 起飞或者是降落 那他要想进行应对的话 难度呢就会大增 那再有呢 就可以极大的降低呢 战损 因为呢 在战时啊 空军战机呢 进行作战 不可避免呢 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 那如果呢 是进行就近降落 那这样一来的话 飞机和飞行员啊 都可以得到保存 那很显然 这样一来的话 损伤呢 就会显著降低 因此啊 互降对方机场呢 不光是一个科目的增加 它实际上呢 所产生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今年俄乌之间爆发了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中俄两国空军 按原定计划 出动轰炸机 进行了联合战略巡航 中俄两国海军 也正常举行 海上联合演习 那么西方媒体 对此也有不少呱噪 对此 苏女士怎么看 中俄是否释放了什么信号 其实呢 从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来说 在安全方面 双方之间既定的合作的动向 已经达成的共识 并不会因为西方媒体的 刻意的炒作而改变 在安全问题上 中俄之间是有一些 共同的观点的 尤其是现在 罗伍冲突的背景视下 大家会注意到的是 中国政府的表态 并没有被西方绑架 而是我们更多的强调 安全的不可分割性 强调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中国都有自己的 非常清晰的立场 所以这时候 在安全的问题上 并不因为西方媒体 这些炒作 那么就会对中国的立场 对于中俄之间 在安全方面的共同认知 会产生影响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另外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越是西方在进行炒作的时候 对于中俄来说 越是要强调 安全的基本原则 如果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 中俄之间的合作 出现一些变化 反而会被西方媒体 被西方舆论 西方政府倒打一耙 声称中俄之间的合作 就是有对抗性的 他们会把这一套话语陷阱 进一步的进行构建 所以涉及到中俄之间 在军事方面 安全方面的合作 中国之间始终强调的是 这有建设性 所以即使在 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 这并不影响 双方之间的一些积极的动向 一个多月前 美国总统拜登 将中方承诺 不会搞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 不会支持谋独活动 但嘴上一套 暗地里却是另一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国会议员 不断促成的 对岛内的访问学人计划 该计划提供包含 美国联邦政府官员 或符合资格的 美国公民赴台交流两年 据日经亚洲介绍 该计划第一年 计划学习中文 台湾历史 政治人文 及印太区域关系等等 第二年 则到岛内行政单位 服务和访问 处理这项派驻计划的 非盈利组织 名为西太平洋研究项目 在台北设有办公室 美媒称 美国派官员 到台湾行政机关工作 能熟悉台湾的决策过程 有助于美台合作 但岛内质疑之声叠起 许多民众怀疑 这些美国官员 在台湾的行政机关干什么 履行什么职责 以后台湾的行政机关 听谁的 显然 这些美国官员来到台湾 将首要执行 美国政府的意志 掌控台湾的行政权力 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处理这项派驻计划的 NPO组织 西太平洋研究项目事务局长 皮尔逊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 计划明年初就开始招募 10名赴台人士 明年9月开始派遣 派遣官员将从 与经济安全保障有关的部门 开始招募 美军武官也是招募对象 但不能从情报机关招募 对此分析指出 美国官方表示 不会派驻情报人员 其中有些人 披着非情报人员 万一进入岛内 也是尝试 事实上 对于美国即将派驻 政府官员到台一时 在岛内也引发了激烈的反对之声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何振胜认为 上述法案 无疑是美国预谋 代理人战争的前奏 而或派长期驻台的官员 不可能只是花费 美国政府大量的公帑来台学习 更重要的角色功能恐怕在于 深度介入台湾地区的政策运作 以遂行美国政府的意志 第一个 他的名称很谦虚 很好听 叫建席 但是他第二个 他去了单位很敏感 安全单位 军事单位 还有经济 然后他去的是行政部门 跟立法部门 那么他表面上是见习 可是他进去以后 他可能变成就是一个监军 可能就是一个督导 当然是台湾的自主性 会被严重 被剥削也好 受到严重的削弱也好 这是必然的一个情形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特评教授刘国生 在接受深圳美食采访时 还表示 美政府官员此前穿上马甲 派驻台湾一般为期几个月 如果最终 这一常驻计划成真并开始执行 那也就意味着 开启了美国官员 在台湾常驻化 公开化的恶力 这些举动都严重侵害了 一个中国原则 对台海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 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中国大陆也会记上这笔账 美国人派官员到台湾当局的一些部门去 主要还是当监军的角色 来掌握台湾当局的动向 那么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 他们依美谋独 把美国的力量引进来 实际上还是要对抗中国大陆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 引起了岛内的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 那么中国大陆也一定会记上这一笔账 12月2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2022年国际形势 与中国外交研讨会视频讲话中 也再次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 而在展望2023年的外交工作时 他也强调 我们要持续助劳 捍卫国家利益坚强防线 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霸凌霸道 抵制任何单边保护行径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同一切企图持至甚至阻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实力 开展坚决斗争 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越是困扰你越要冷静 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个的 不要让美国主导叫右战 现在我们有一个讲法 就是美国希望右引右大陆作战 又达到他的目的 就会变成像俄乌冲突 那种限定里面 而且就像二十大所讲的 对于整个统一 中国有主导权 中国有主控权 这是在中国人手上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玩你那些花样 那我也我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最后很多方面就是要实力讲话 增加自己的力量 美国如果真的在明年秋天 派政府官员到台湾 并且进入台湾的政府部门 此举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苏女士 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 所谓的官员长期驻台 美国恐怕是在做几方面的打算 第一个方面的打算 是在2022年 大家看到美国中约议长佩洛西 窜访台湾之后 本身就对于中美关系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中方始终强调的是 在设台的问题上 美国已经在突破底线和红线 但是这个时候呢 美国所做出的回应 并不是在设台的问题上 在美方的动向上有所调整 或者更直白的说 美方并没有改正错误 反而是一错再错 甚至是希望切香肠 可以切得更快更狠 所以这个时候涉及到官员长期驻台的问题 这是美方的进一步的挑衅 同样也在观察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 那另外呢 也可以看到是 这一招所谓的官员长期驻台 美国在试图进一步的明确 美台之间的这种官方上的往来 这很明显的带有 美国试图把美台之间的关系 赋予一些更明确的官方意义的这种动向 是非常明显的 是挑战底线和红线的一种动作 2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王毅明确的讲 美方不能一边要对话 一边搞遏制 一边谈合作 一边捅刀子 这在中国过去就行不通 今后更行不通 尤其不能以切香肠的方式 不断挑战中方的红线 他还明确提到 零和思维只会导致两个大国相互消耗 迎头碰撞 这些话能否让美方警醒 苏女士怎么看 我觉得从中方的视角来说 我们更多样理性的看到的是 美方的主动沟通 并不代表美国急于修复 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说美国急于释放一些善意 正相反 美国认为当前在中美关系 发展的过程当中 自己并没有掌握 所谓绝对的优势和主动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倒是更多的在打自己的算盘 希望中国能够接受美国的想法 能够吞下苦果 能够做出妥协 这才是美方的算盘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在如何与美方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强调的是 不能由美国带节奏 双方之间可以谈 谈要好好谈 那么从中方的一系列表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点重要的因素 首先中国强调的是 言必信行必果 既然双方之间有共识 尤其是在最高层级达成了共识 那么说的一定要做到 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提醒美方的一个重要的事项 那么另外涉及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必须要平视 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这样关系才能处好 那么最终呢 我觉得中国谈的一个问题 还是两个国家到底如何相处的问题 毕竟呢 坍哥是两个人跳的 在这一点上 中国始终强调的是 资深政策的开放性 同样强调的是 美方必须要摆正自己的立场